美空军发布的第六代战斗机概念图,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张艺迟,在俄罗斯与中国研制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相继问世后,为确保绝对制空权,美空军迅速开启了第六代战斗机的预言工作,不过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5日称,美国政府部门首次对这种未来战斗机的成本进行了评估,结果高得惊人。 它的价格将是F-35隐形战斗机的三倍,单价达到3亿美元,如何解决下一代战斗机装备数量,单机性能和经济可承受性之间的矛盾,成为摆在美国空军面前的一大难题。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之前公布了PCA的概念图,防务新闻称,2016年空中优势2030飞行计划发布后,美空军谨慎地表示, 未来需要的新型战斗机将与其他空中、太空、网络和电子战技术的系统家族联网使用。 美空军参谋长戴夫哥得分甚至表示,未来战斗机可能不是单一的平台,而是两种或三种不同的功能和系统。 在五角大楼2019财政年度预算中,美空军要求5,04亿美元用于下一代空中主宰,即未来战斗机技术和武器组合,预计2020才能将增加到14亿美元。 防务新闻称,参与该任务的一名美空军官员表示,未来战斗机还将具有类似于轰炸机的设计元素,以使其具有更远的航程。 这需要动力和自主化等领域的突破性技术。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专家认为,从公布的概念图来看,其启动布局与欧洲今年提出的第六代战机概念非常相似,采用无尾声立体布局,以大幅降低超音速飞行阻力,提高超音速巡航性能和超音速机动性。 同时兼顾欧因素的机动性能,为此,该机还需要领先一代的动力系统、航电系统以及全新的机载武器。 除了技术上的难题外,美空军未来战斗机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价格因素,能否像F-35那样卖给其他盟友来分摊成本呢? 报道称,就像当初美空军宁可拆掉F-22生产线也不外卖一样,这类顶级战斗机包含了太多尖端技术。 未来战斗机外卖的可能很小,防务新闻称,五角大楼已经明确表示,下一代战斗机不会像F-35战斗机那样与盟友分享。 一名空军高级将领表示,就连美国海军可能都无法分享第六代战斗机的秘密技术。 更不要说其他国家,如果未来战斗机想要具备真正,独特的先进技术,美国就不会愿意与盟国合作,因为参与的国家越多,潜在的泄密风险就越大。 美国担心中俄等对手从美国的盟国那里窃取技术资料,报告称,这只是美空军为更新日益老化的机群所付出的成本之一。 新机采购名单包括F-35和PCA战斗机,KC-46A加油机,V-21轰炸机,C-130J以及C-17运输机,预计21世纪30年代每年紧战机采购成本就高达230亿美元。 众所周知,发动机是有着工业上的皇冠的称号的,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能发现不管是我们生活中民用的汽车还是军用的飞机等等,发动机都是一个关键的部位,那些世界级的跑车之所以价格高昂。 除了一些工艺之外,发动机的成本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尽管中国目前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但是在发动机的生产和制造上还是有着不少的不足之处的。 这也是限制我国歼20等尖端战机发展的一个因素,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的家门口就有一个行发大国,可能有人会认为是印度。 其实印度的发展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差,比如在计算机等领域,印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印度,而是我国的老对手日本,日本也是当前自主发展五代机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这一款国产发动机被称之为XF-91发动机,日本对其也是自信满满的。 根据日本官方的说法,这一款发动机的测试数据已经赶上了美国的F-119的水平。 当然了,这只是日本自己的一面之词,真实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对此事,大家是如何认为的呢? 肩负20战斗机 据报道,美国军方被抓拍到将一架中国先进肩负20战斗机的全尺寸复制品用于训练目的。 专家表示,此举反映出华盛顿方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日益感到担忧。 这架模型机以成都肩负20隐形战机为原型,首次亮相是在佐治亚州萨瓦那·希尔顿海德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美军方复制高科技中国肩负20隐身战斗。 这架飞机于12月5日首次被拍到,两天后,在网上曝光,后来这个基地的指挥官承认一个全尺寸的肩负20复制品,在12月4日至6日之间在空军基地停留了一小段时间。 周五,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和教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与美国陆军威胁系统管理办公室签订了合同,为多个海军陆战队基地提供全面,逼真的飞机和车辆实体模型,包括肩负20模型。 中国第五代战机肩负20于2011年首次亮相,被普遍认为是对美国F-22和F-35隐形战斗机的直接回应,肩负20战斗机。 美军表示,这架仿造飞机在基地期间参与了各种实验和军事训练,以评估组装和拆卸过程,热火光信号,并为转移到北卡罗来纳州选定的培训区域做好准备。 不过美军声称原型机不是为飞行训练任务设计的,包括空战,因为它根本飞不起来,肩负20并非美国军方为训练而制造的第一架外国喷气式飞机复制品。 但他们的照片如此公开曝光,实属罕见,美国军事训练人员经常使用具有与对方模型相似能力的美国飞机进行作战模拟。 在苏联时代,美国海军战斗机学校使用A-4天鹰模拟各种苏联战斗机,而F-5E用于米格-21俄式涂装的F-18。 2016年,有报道称,美国曾将F-18战斗机图成类似俄罗斯军方使用的蓝色图案。 俄罗斯伪装的战机引发了阴谋论。 然而,一架中国肩负20飞机的全尺寸复制品表明,美国军方现在将中国空军和肩负20视为重大威胁。 美军假想迪固队,前美国外交官,现任政治战略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西恩金表示,华盛顿将北京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不再是秘密。 他表示,华盛顿的战略重点已从俄罗斯转移到中国。 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认为,冲突绝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做好准备总是更好的。 美国正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与中国不易。 对于这架高科技中国抛弃式战斗机肩负20的复制品,那美国网民的反应是什么呢? 美国网民的反应也是非常强烈的。 沃特说,嘿,往好的方面想,木制履制的模型什么也不会给他们看,就像把塑料步枪挂在墙上一样,它可能表面上是准确的,但除非你拥有真正的东西,否则你什么也学不到。 如果美国空军准备浪费纳税人的钱,那就顺其自然吧。 唯一真正重要的考验是战斗,其他一切都是空话,美军假想敌部队。 史密斯说,这个模型看起来像是偷来的肩负20,不过模型中的发动机和起落架似乎不太对。 显然,美国五角大楼正为中国大量生产肩负20战斗机而绞尽脑汁。 史利文说,傲慢地美国再次以其空中霸主自居。 中国应该问问美国,他们为什么要占领太平洋这么多岛屿,他们从来没有问过岛上的人,他们只是把他们带走了。 在别戈加西亚岛上,2000名岛民被美军驱逐出境,该岛成为美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乔恩说,美国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非常害怕,看来,美国网民的看法还是比较一针见血的。 近日,我国央视新闻频道放出了一则重磅消息,我国的超级高铁工程将要启动了,那么何为超级高铁呢? 超级高铁与普通高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运行环境,我们目前的普通高铁是在露天的环境下运行的,而超级高铁则是在特殊制造的真空钢管中运行的,这样可以消除空气阻力,从而提升速度。 提到速度,不得不着重介绍一下,超级高铁的最大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00公里,比我们现在的普通高铁要快上10倍,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声音的速度是340米每秒,也就是每小时1224公里,相比较而言,超级高铁的速度则是音速的三倍,要知道目前能达到三倍音速的载人工具可是极其少见的,只有像F22这样的战斗机才能达到最高3马赫的超音速巡航速度,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超级高铁建造成功,乘客们就像是在做F22战斗机一样, 到时候北京到天津只需3分钟,到上海只需20分钟,这要比传统的民航飞机快上5倍,大大的提高了出行效率。 在2013年,马斯克就曾提出了超级高铁的最初设想,引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在今年的7月19日,美国的HTT公司曾经与我国同仁焦虑集团签署过一份协议,这条协议便是由美国HTT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在同仁市建造中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